不知七美二太子,美女主持控诉Haro嫖娼,一夜消费5000多,这里的男方,其实就是RW战队的打野选手Haro,说起Haro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曾是EDG的二太子,一度取代厂长成为EDG的首发打野,在S8冒泡赛上,使用芒僧三角将马哥世界赛的梦踢碎,而这两天稀奇的一条微博直接让网友炸了,微博指名道姓的点了二太子哈黄的名字, 还毫不掩饰的痛批哈黄嫖娼,并且配上了大量的图片证据,其中还包括哈黄的酒店消费记录,似乎一切都在实锤哈黄真的有嫖娼的行为,根据西西的微博内容,二人已经在一起三百多天了,而哈黄也不是最近才开始有这方面的问题,应该是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了嫖娼的行为,而上千字的分手长文也真的看得出西西对这段感情真的很失望,在西西发文宣布分手之后, 许多解说和主持也是跑来安慰,而且几乎都是女性,难道真的是女人才懂女人的谱吗?